各位好 歡迎收看新聞見日談 我是艾楚怡 伊朗21日在大布里市 為萊西舉行公共葬禮 21日起 伊朗全國哀悼5天 伊朗武裝部隊總參謀長 組建高級別的代表團 對萊西的坠擊事件展開調查 俄方稱 準備提供 一切必要的協助 幫助確定直升機失事的真正原因 美國的情報部門稱 萊西坠擊事故當中 沒有發現謀殺的證據 那麼萊西坠擊的原因 何時能夠水落石出 另外 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 向美媒透露 正在尋求對以色列總理 房長 以及三名哈馬斯高官 發出逮捕令 國際刑事法院 對以色列和哈馬斯 各大50大板事和意圖 對局勢又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相關話題 今天我們邀請到中國社科院 中東問題專家 英剛先生做分析和解讀 首先通過新聞短片 了解一下相關內容 伊朗21日在大布里市 為萊西舉行公共葬禮 伊朗從21日開始 全國哀悼5天 此外 伊朗在20日晚間舉行會議 決定在6月28日舉行總統選舉 選出下一任伊朗總統 候選人登記將於5月30日至6月3日進行 競選期從6月12日開始 持續到6月27日早晨 另外 伊朗武裝部隊總參謀巴蓋里 已經指派了一個高級代表團 調查導致總統萊西及其隨行人員遇難的直升機墜毀事件 代表團目前已抵達墜機現場 調查工作已經開始 結果將在調查結束後公布 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秘書邵伊古表示 俄方準備在確定直升機失事的真正原因問題上 提供一切必要協助 有伊朗的民眾擔心 萊西的遇難會給伊朗帶來巨大的打擊 也有一些民眾在擔憂伊朗的未來 那萊西遇難給伊朗帶來多大的損失 萊西之死對伊朗來講是個非常大的事 特別大的事 為什麼說呢 就是萊西他是不僅僅是個總統 而且他是潛在的最有可能繼承哈梅內伊的這樣一個人 也就是伊朗伊斯蘭體制下一代的領路人 下一代的最高的精神領袖 他不在了 伊朗呢不僅僅需要選一個總統 選總統對伊朗來講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很多人可以當總統 但是培養一個選一個 下一個精神領袖 難度是超出人民想像的 因此這件事情對伊朗的打擊非常大 對伊朗老百姓的衝擊 也是非常大了 伊朗方面呢會在6月28號進行新的總統大選 那接下來的總統大選當中 誰有可能成為萊西的這個繼任者呢 選新總統對伊朗來講問題並不是太大 而且以來西2021年當選總統相比的就是 6月份選出的新總統不一定就是領袖的接班人 是吧 所以6月份的大選呢 就是看頭不一定特別大 因為從現在到6月份 大概一個多月之間如果是在平衡選出一個領袖接班人的話 不是正式的選出 而是物色一個人大家都可以得到認可 然後把各特適當的位置上讓公眾去熟悉 這個難度太大了 就是幾乎做不到 那麼下一次選這個總統 需要在此之前有領袖確定總統名單 候選人名單 從候選人名單 伊朗是這樣 你報名參選總統 它總統直選 門檻並不是太高 但是最終經過憲法監護委員會和領袖最後的批准 確定有的時候三四個有的時候五六個 是最多有七個候選人參加 這個候選人的人數 還有候選人的他政治傾向 這個完全由領袖來安排這件事情 從候選人就可以看出領袖的意圖 萊希不僅僅是伊朗的總統 他也是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 非常熱門的一個候選人的接班人之一 萊希的突然離世 您覺得接下來誰有可能成為哈梅內伊的接班人呢 問題就難就難在這裡 你看伊朗伊斯蘭共和1979年確立 到現在40多年了 只經歷過一次領袖接班 就是哈梅內伊接替霍梅尼 而類似接班也是一種可以說是意外的接班 因為哈梅內伊當時他的宗教級別並不是特別高 他還不是阿雅圖拉 他是個霍賈特伊斯蘭 一個宗教學者 他當時是擔任總統 就類似萊希現在的這樣一個位置 根據霍梅尼伊朗伊斯蘭革命最早的安排 應該是霍梅尼的副手 叫蒙塔澤里他的接班 但是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後呢 蒙塔澤里和霍梅尼就發生意見分歧 霍梅尼就把他給撤掉了 撤掉以後霍梅尼必須要臨時選一個接班人 這個自高領袖它是有絕對條件的 首先德高望重 有很高的宗教造詣 是吧 而當時哈梅尼伊並不夠這個 但是霍梅尼突然去世了 就把哈梅尼伊這個並不夠領袖條件的人 維持在領袖這個位置上 在萊希斯之前 研究伊朗的人就是幾乎大家一致認為 下一系列的領袖候選人就是萊希 因為萊希他也是從伊朗伊斯蘭革命一開始 就參加革命 而且始終是在司法界服務 而且在1988年 就兩億戰爭停戰的時候 那時候伊朗內部動盪得非常厲害 是吧 萊希呢是堅決站在領袖一邊 而且他是在司法界 他在清理伊朗內部 他做了一些工作 哈梅尼伊 有很多的傳言說哈梅尼伊也有可能 把領袖的位置傳給自己的兒子 我覺得這種可能性比較小 傳給自己的兒子 這個起步是你在伊朗稱王了 是吧 一種血脈繼承了 在伊朗 它畢竟是一個共和體制 阿耶托拉伊十來個 是吧 大家幾十年代也培養了一種民主意識 是否能接受這種安排 很難講 這基本可以否定 是吧 但是 萊希不在了 一定要有一個潛在的接班人在那等著 要不然是哈梅尼伊的兒子 說要不然現在的議長 要不然 以前提到過很多人 拉尼加尼兄弟 他當過最高司法總監 也當過議長等等這些人 這個就需要一些時間的磨合 在洛伊夫之前是絕對不會有 有什麼結果的 所以我分析認為 接下來圍繞這個新的總統 包括最高領袖的這個人選 可能會在伊朗的政壇 引發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動盪 這個動盪主要是在強硬派的內部 您怎麼來看呢 對 這個動盪會非常大 這不是一般的大 好不容易經過很多年的安排 哈梅尼已經經過很多年的安排 安排了萊希當總統 萊希勝出呢 大家都是基本沒有例外 認為下一屆 萊希要接領袖 現在就是這樣 前天伊朗這樣空難 遇難的不僅僅是一個總統 還是一個未來的精神領袖 再選一個總統很容易 再選一個精神領袖 平衡起來難度太大了 誰夠格啊 是吧 時間又這麼緊 目前我們看到呢 伊朗武裝部隊的總參謀長 是組成了一個高級別的調查團 來調查這件事情的具體的一個原因 俄羅斯方面也說呢 將提供一切必要的協助 美國方面說現在沒有證據顯示 有關萊希墜機事件 是人為的這樣因素 您覺得這個事件當中 是否有人為的可能性呢 各方的表態都很有意思 就是你先說美國的表態 沒有證據證明它是人為的 是吧 現在沒有 以後是不是有呢 是以後的事兒 俄羅斯方面提供援助也是必要的 因為這個總統這個機隊 三架飛機兩架是俄羅斯生產的 那兩架俄羅斯生產的 為什麼平安屋市就抵達了目的地 是吧 美國和加拿大生產的這個 為什麼就撞山了 是機械互障 還是導航問題 還是人為的 還是一種自殺行為 還是受到有人實現做了什麼手腳等等 這個的確需要非常公正的調查 因為這個事情太離奇了 首先應該這樣想 大家認為現在基本認為是一場意外 就是事故 沒有什麼人為的 但是你要想 三架飛機 兩架俄羅斯的飛機 俄羅斯造的飛機就是安全抵達 加拿大生產的這個貝爾212 它的機零並不長20年 有的人說什麼四五十年 是四五十年開始出現這個機型 但是這架飛機生產是20年間生產的 並不算太久 這至少反映了它這個航空管理 之上的混亂 是吧 反映了他們可能迷信 還是迷信美國的 不但相信俄羅斯的 是吧 因此俄羅斯這次 積極地說協助調查 我覺得是可以理解 如果說調查結果是證明 是俄羅斯的飛機可靠 加拿大和美國的飛機不可靠的話 那俄羅斯的臉上也好看一些 是吧 由伊朗軍方 在高層來搞調查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好辦法 但是可能也會遇到很多 具體的問題 具體的難題 首先就是安排總統出行 是吧 是一些強力部門 一些情報強力部門 還有隔門衛隊的空軍等等 牽扯的方面非常多 而且可疑點有沒有 可疑點也有 是吧 為什麼天氣暴明明不好 還要 硬要飛行 三架飛機是一架先撞山 後面兩架看情況不妙 改了航線還是說前兩架順利通過 後面一架 總統在最後一架 沒有跟好 或者是出了什麼原因 就是撞山 飛機的黑匣子還在不在 飛機和地面和其他飛機 因為它是機隊們和其他的飛機之間的通話 這個記錄還在不在 這個調查會是很複雜的 但是我相信就是它一定能查清楚 這個是不是太難查清楚 同時還有一點需要注意就是 伊朗它對外展示自己的技術很高 導彈技術很強 是吧 跟以色列還對射了一陣 但是這一次 十來個小時 找自己總統的飛機沒有找到 還是土耳其的無人機來發現了有熱源 說這個對伊朗的面子不好看 對伊朗相關部門就是 航空管理會總統機隊服務 所以所有的人都要擔責任的 僅調查這件事情 就會拖的時間稍長一點 而且可能會不斷地有 爆炸性的消息傳出來 現在有關這起墜機事件 還是疑雲密布 我看到有路透社員 以色列的一個官員說 以色列並沒有參與到這個事件當中去 以色列的表態您怎麼來解讀 是 因為這個事剛一出來 你注意到網上馬上就說這是摩薩德幹的 反正出了什麼事就往那邊鬧 也一定有記者來問以色列方面的發言人 他當然會這麼說 美國說沒有證據表明是認為的 以色列說他跟這也沒關係 這並不一定是故意宅清自己 一定是有記者問到了 人家是這麼回答的 也不可能不回答 然後就傳出來了 伊朗的高層包括它的國務活動 外事活動管理上的一種 一種比較草率 你知道伊朗跟阿塞巴爾江的關係不太好 因為阿塞巴爾江和亞美尼亞打架的事 是吧 關係不太好 這次兩家核修了一個電站 是一個緩和關係的一個機會 總統和外長 是吧 居然那麼老遠 到北部邊界 到阿塞巴爾江和伊朗的邊界地區 去出席這樣一個活動 出去完了 僅僅是出去一個活動 然後就倡促返回 遇到不好的天氣 發生了這麼大的事故 這個伊朗方面就是需要反省 需要提高的地方實在是太多 另外我們看到 伊朗前外交部長扎里夫他就表示 這次萊西墜機的事件 跟美國長期對伊朗的製裁有關係 萊西的墜機跟美國對伊朗製裁之間的 這個關聯您怎麼來看 我覺得沒有直接的關聯 我覺得沒有直接的關聯 為什麼呢 就是首先剛才談到 這是伊朗的一個相關管理部門的一個選擇 讓總統做了比較舊的 加拿大生產的貝爾 迷信西方 是吧 而沒有做比較可靠 連美國都買了給伊拉克空軍用的米17 美國的制裁的確是貝爾的零件可能是不大好買 但是你可以不做貝爾 為什麼一定要做貝爾 也就是說你相信這架飛機是可靠的 美國的制裁它限制 美國的飛機的零件 向伊朗方面提供 但是伊朗這是民用飛機 全世界的可買零件的地方非常多 這個並不是最主要的 也不能說是美國的制裁 限制了伊朗直升機技術的發展 伊朗本來就沒有這方面的技術 伊朗的重點是放在導彈上的 不是放在飛機上面 此外的美國媒體報導說 最近美國和伊朗的高官 是通過中艦人在阿曼進行一個秘密的談判 現在包括總統還有外長都在苦難當中 是是對接下來美國跟伊朗之間的談判 包括美伊的關係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對伊朗的正常的外交 包括跟美國的秘密談判 包括在加沙問題 還有跟海河會國家 跟土耳其的關係等等 一系列正常的外交活動都會受到打擊的 都會停止一段時間 雖然國家的政策不會變 像哈梅尼所說的按部就班地繼續去做 但是人頭不熟悉了 來了新的陌生的人了 是吧 過去一些口頭達成的 過去口頭達成的一些協議 其得的一些諒解 是吧 是會談的氣氛東西 這個要繼承的話 就需要一個比較長的時間 因此即使是伊朗 它不改變自己的外交政策 相關國家也不改變對伊朗的外交政策 但是正常的外交活動 要恢復到原來的水平 還是比較困難的 其實我們看到 萊希遇難是發生在中東 最不穩定的一個時刻 有分析認為 伊朗長期支持巴勒斯坦 同時也支持胡塞武裝 包括黎巴嫩的珍珠黨 現在伊朗國內發生這些變化 對這些武裝包括哈馬斯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對他們都會是很大的打擊 你看哈馬斯政治部長胡塞 他們都是追隨伊朗 聽命伊朗 接受伊朗的幫助 但是在過去一段時間 特別是去年10月7號以來 第七動盪 哈馬斯首先出來挑事 巴勒斯坦爾胡塞也捲進來了 里巴勒斯坦州黨也跟以色列發生了衝突 而且他們也見證了以色列和伊朗 直接的導彈的導彈互射 你說他們地區發生了這麼複雜的衝突 而且伊朗他不僅是他革命隊的高級將在大馬斯格被以色列 也定點清楚了 這次總統和外長都不在了 對他們來講這絕對不是什麼好消息 因此可以判斷就是今後一段時間 無論是伊朗還有伊朗的幾個小盟友 他們的活動都會減弱 好 先謝謝鷹鋼先生的點評和分析 下節回來繼續帶您關注 國際行事法院將向以總理 房長 以及哈馬斯領導人發出逮捕令 相關話題我們稍後繼續 新聞經事談 歡迎您回來 荷蘭海牙的國際行事法院假察官 20日就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 房長加蘭特 以及哈馬斯領導人 辛瓦爾等人涉嫌戰爭罪和反人類罪 申請逮捕令 國際行事法院首席檢察官 卡里姆漢20日表示 正尋求就去年10月7日 哈馬斯襲擊以色列 以及襲擊引發的加沙戰士 以戰爭罪和反人類罪 向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 國防部長加蘭特 以及哈馬斯領導人辛瓦爾 哈馬斯下屬卡桑旅領導人德伊夫 及哈馬斯政治局領導人哈尼亞等人 發出逮捕令 國際行事法院的法官小組 將審議是否批准 內塔尼亞胡其後發表講話 並對此表示堅決反對 形容國際行事法院的聲明 等同於將奉行民主的以色列 與大屠殺兇手哈馬斯相提並論 他並向以色列國民保證 政府不會就此屈服 而在加沙的巴勒斯坦人 同樣不滿國際行事法院的決定 批評以色列內塔尼亞胡等人 才是罪犯 哈馬斯是在保衛自己的土地 不可能被視為戰犯 此前只是傳出國際行事法庭 可能對以色列的總理 包括國防部長發出逮捕令 現在又傳出要對哈馬斯的領導人 也發出逮捕令 您怎麼來看國際行事法院 對以色列包括哈馬斯 各大五十大板 是什麼樣的意圖呢 其實說各大五十大板 也不是特別合適 是吧 各大五十大板這個事 本身以色列他就不接受 分明是哈馬斯打我們 我們去還擊 是吧 然後說我們是戰爭罪 他們也是戰爭罪 我們反人類 他們也是反人類 把我們都對等起來 這個讓以色列就沒法接受 不僅是內塔尼亞胡 或者以色列是高級官員 不能接受 在野黨老百姓都會認為 這是一場鬧劇 都會非常憤怒 哈馬斯方面也很憤怒 那麼你說這個申請會不會生效 就國際法院會不會最後批准 這真正發出逮捕令 這是個很複雜很漫長的過程 大體上這個事會不了了之 因為你要注意到 國際法院前不久還像跟普京 還有俄羅斯的兒童利益保護的 這麼一個人也發了通緝令 是吧 最後怎麼樣 他沒有辦法執行 扣幾個往哪送啊 拘押地點在哪裡 這些都是一筆糊塗賬 所以這個事情 它是一個不小的事情 但是你不要把它看得太重 這個事到最後是沒有辦法執行的 另外我們看到美國總統 國家安全事務處理沙利文在20號訪問了以色列 同以色列的總理包括其他的高官進行的會面 沙利文在這個時候訪問以色列 你覺得目的是什麼 我覺得是這樣 現在在加沙問題上 以色列打美國在阻止 在加沙問題上 反對黨就提出了要求 就在6月8號以前製出戰後管理的規定原則等等 現在就是地區局勢 使得內塔尼亞湖政府就是進退為股 使得美國政府也遇到一些困難 你說不讓他打拉法 那怎麼解決哈馬斯的問題 需要協商的事情特別多 我覺得沙利文這次去就是 做一些進一步的協商 有媒體報道說 美國現在正在向以色列 提供有關哈馬斯的一些秘密的情報 包括說協助以軍精準的定位 哈馬斯領導人和隧道的位置 來阻止以色列全面的進攻拉法 這樣的消息您怎麼來解讀呢 我覺得這個消息可信 首先呢說 也不存在什麼全面進攻拉法 幾千上萬人包圍 也平退全面就不存在 這個仗不能這麼打 第一目標是分散的 如果美國方面真的知道 新娃爾在什麼地方 還有其他的重要的 哈馬斯領導人在什麼地方 具體的坐標具體的隱藏地點 告訴以色列 以色列何而不為 搞定點清楚就行 大炸彈藏得深一點 跟你炸死就完了 犯不上就是全面推進 這種事情就是根本就不會發生的 而加沙地段的這個事情就是 它的複雜性可能超出人的想像 現在有人提出了 新娃爾還在加沙嗎 你也沒法反駁 是吧 因為以色列佔領了 加沙和埃及的邊境 發現了幾十條隧道 這幾十條隧道都是通著的 你怎麼知道這幾十條隧道 中的一條 在過去的幾個月之間 是否是新娃爾又逃跑了 你根本就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現在在加沙打仗 最重要的就是準確的情報 如果有準確的情報 按照準確的情報去達到 軍事目的 平民傷亡也會很小 也不會有什麼大隔膜的進攻 也不會影響人道主義物資的進入 整個影響就不會那麼大 感謝殷先生今天帶來的點評分析 也感謝您收看今天的新聞經事談 再會 MING PAO CANADA